接上节练习,布置完成图纸之后,我们可以看到在图纸的标题栏当中,除了要填写图纸的绘图、审图等信息之外,我们还必须对项目的信息进行填写。 在Reft当中提供了项目信息工具,用于记录项目的信息。 那么我们单击管理选项卡,在设置面板当中,单击项目信息,将弹出项目属性对话框。 那么在项目属性对话框当中,我们可以对项目信息进行进一步的调整。 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填写项目的发布日期,比如我们项目发布在2012年3月10日。 那么我们可以填写项目的状态,我们修改它为施工图。 填写客户的名称,我们要修改为。 我们填写项目的名称,将它修改为综合楼项目。 那么我们在这里填写项目的边卡,将它修改为A09-100。 那么完成这个填写之后,我们单击确定按钮,退出项目属性对话框。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,Webton已经自动将相关的信息填写到图框的相应的位置。 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,在其他的图纸当中,Webton也同样会自动更新对应的信息。 那么这样呢,我们就完成了项目信息的设置。 保存这个项目文件,后打开光盘,20-1-2.RVT呢,查看最终的操作结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